花莲县议会议员黄玲兰还有副理箱前代表会主席林中正 为了体恤远景在三级警戒期间很辛劳 亲自来到玉里警分局向警察同仁表达慰问 也致政平安面线有六十代 同时还贴心填醒远景们要注意执勤安全 也祝福分局辖区治安平稳交通顺畅 花莲县议会议员黄玲兰副理箱前代表会主席林中正 为了要体恤远景三级警戒防疫期间执勤辛劳 亲自来到玉里分局向防疫期间 执行各项防疫工作的园警表达慰问 玉里分局辖区内的各派出所 每一位园警都非常的一个认真 恪守本分 然后镇守我们南区 就是玉里布里卓西三个乡镇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们没有任何的一个感应 致政平安面线总共有六十代 同时也提醒园警要注意执警安全 所以在这里呢 特别谢谢玉里分局各派出所的园警们 所以林南送的就是有品牌的 大为姜米娅的平安面线 让所有的园警们谢谢他们 镇守了我们南区 本局长陈伟文就说了 警察工作日以接夜不应节庆而松懈 三级警戒期间经历了各项的节庆 没有休息照样肩负治安的要角 为了要维持交通的顺畅 园警是针对了热食热区热点 执行交通的疏导防疫机查 而为了要避免民众染疫 园警更是深入各社区部落执行 防疫机查以及宣导 目的就是要共同来守护 花莲玉礼 记者高松双玉镇采访报道